科比离开快两年的时间了 可是关于科比案的争议却还没有结束 特别是科比妻子瓦尼莎和洛杉矶警方那边的官司 瓦尼莎认为洛杉矶警方的人泄露了科比的照片 对他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要求严惩当事人并且附加巨额赔偿 可是洛杉矶警方这边一度要求瓦尼莎做精神鉴定 或许他们认为如今流连派对的瓦尼莎看起来病 不想处于巨大的痛苦中 这也让这事一直在拉扯 除了和洛杉矶警方这边的事情 瓦尼莎还起诉了直升机公司Allen Express 要求数亿美元的赔偿 Allen Express这边承认了失误 可是对于赔偿金额双方还在协商 此时让穷尼诧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另一起起诉案中 瓦尼莎不满的是洛杉矶警方的当事人泄露 传播了科比的照片 可是在这边瓦尼莎却签字同意公布了 科比遗体修正图 从公布的修正图来看 科比在直升机爆炸起火前 已经经历了30多次的撞击 撞击除了让科比遭到致命伤之外 还让科比少掉了一只胳膊和双腿 单单是这个修正图 就能感受到现场的情况有多严重 不过在惨烈中唯一让科比欣慰的时候 科比不用经历爆炸后的更加痛苦的感受 为什么瓦尼莎会同意公开科比遗体的修正图呢 不得不说 瓦尼莎的心思还是很缜密的 这一次公布也是一石二鸟 为什么呢 首先 洛杉矶警方那边为了避免巨额的赔偿 他们一直认为瓦尼莎并没有受到巨大的心理伤害 这也是他们要求瓦尼莎测试精神的原因 可是当这张惨烈的修正图公布后 舆论都站在了瓦尼莎身边 毕竟这样惨烈的情况 瓦尼莎能够挺过来 已经是很难得 其次是瓦尼莎和直升机公司Illand Express the Guance 双方一致在最终的赔偿金额上没有 一个最终的答案 可是当科比修正图公布后 舆论的压力同样让直升机公司Illand Express 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甚至谩骂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压力之下 直升机公司Illand Express 也是主动向瓦尼莎 提出希望可以协商处理这个事情 这也让赔偿案峰回路转 根据媒体报道 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瓦尼莎最终也将拿到她提出的数亿美元的赔偿 而在其中 这18张科比修正图带来的效果 至少让瓦尼莎多赚到上亿美元